華盛頓郵報說 哈馬斯精心策劃 育養戰火抗及中東 拜澤匯美中博弈細節曝光 卡梅倫重返政壇 前中心副總說 國產精緣陷三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4日週二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魏玲 看看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之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接下來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華盛頓郵報》報導 自從10月7日以來 從戰死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 哈馬斯恐怖分子身上 搜出的地圖、圖畫、筆記 以及他們攜帶的武器 和裝備的證據顯示 這個組織曾準備發動第二階段攻擊 企圖在約旦河西岸 和其它地區煽動暴力 報導說 以色列預集五個星期之後 重新組裝的碎片 開始揭露哈馬斯更廣泛 恐襲計劃的輪廓 分析人士說 這場計劃的目的 不僅是殺死和俘虜以色列人 而是點燃一場席捲中東地區的烈焰 從而激起更大規模的衝突 根據新唐人報導 在比哈馬斯佔領的集體農場 小鎮貝里 一名死去的戰士身上 帶著一本筆記本 上面鳥草地寫著古蘭經經文 和他接獲的命令 殺死盡可能多的人 劫持盡可能多的人質 其他人就準備有毒器官 手扣和溫壓手榴彈 目的是讓這座小鎮 在一直之間變成人間煉獄 所有的一切都像核人拼圖中的每一小塊 構成這次恐怖行動的每一處細節 在特定地點進行數以百計不同的犯罪活動 根據報導 四個西方和中東國家的十多名現任 和前任的情報和安全官員 提出的證據顯示 哈馬斯策劃者 意圖發動一場歷史性攻擊 希望藉此迫使以色列造出壓倒性的反應 幾名先前沒有談論過這件事的官員說 有關哈馬斯引戰動機的情報 在最近幾天變得更清晰 這些調查結果也讓各界對哈馬斯 欺騙以色列情報機構 並挫敗以色列各防軍 在第一時間 黨下攻擊的策略和方法有了新的認識 哈馬斯在大約30個地點 突破以色列邊境之後 在至少22座以色列的村莊 城鎮同軍事哨所對士兵和平民大開薩界 接著將以色列守軍捲入去槍戰 雙方持續交火超過一天 新證據顯示 他們當時甚至計劃要展開進一步的行動 這些官員說 其中一些耗戰分子帶著足夠維持幾天的糧食 彈藥和裝備並接獲指示 如果第一波攻擊成功 他們將繼續深入以色列 可能對以色列較大城市發動攻擊 聽取簡報的前美國官員匿名表示 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 將是一次巨大的宣傳勝利 這不僅是對以色列的象徵性打擊 亦是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象徵性打擊 調查結果揭露 哈馬斯在發動突襲前 據細無謂地收集情報 一些死去的戰士身上 帶著高解釋度的地圖 根據推測 是透過離地150英尺的無人機所繪製的 從影像中植物的乾燥程度來看 時間點大概是在夏天 此外 另一支部隊帶著在阿魯米集體農場 發現並搶離的以色列武器和彈藥清單 而哈馬斯武裝分子 並未攻破這座集體農場 除了地圖和其它文件之外 很多死去的戰士身上 還帶著手銬和毒器官 以及銷毀文宅的指令 根據目擊者和趕赴現場的第一線應變人員表示 這項策略的目的是將居民逼出安全避難處 另一些分析人士更加擔憂的是 有證據表明 哈馬斯當時正在為更大規模的攻擊做準備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官說 他們計劃發動第二階段攻擊 鎖定目標包括以色列主要城市和軍事基地 分析人士說 哈馬斯精神策劃和準備大規模屠殺以色列平民 極可能激怒以色列政府派軍前往加沙 事實上 哈馬斯領導人已經公開表示 願意維持蒙受重大的損失 其中可能包括 讓很多生活在哈馬斯統治下的加沙百姓 失去生命 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和反恐專家指出 哈馬斯願意接受這樣的犧牲 作為在中東地區推動新一波巴勒斯坦暴力抗爭的代價 並破壞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努力 舉小鐘目的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R峰會期間的雙邊會議將會在11月15日登場 美國媒體披露了安排這次拜集會的過程中 雙方博弈的部分細節顯示北京想用一招羞辱拜登 但最終未能如願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13日引述官員和了解峰會的人士指 雙方在達成元首會議協議的過程中充滿了算計和冒犯 也採取了一些主要是讓對方難堪的策略 中美雙方都認為11月的APER峰會是元首會議的好時機 北京卻故作冷淡用了與美國人打交道的套路 透過與北京有淵源並在華府有一定影響力的商界 或者是政界老人與美國接觸 在協商會議細節時北京曾經要求讓習近平 先與美國商界領袖會面 之後再與拜登會議 但遭到白宮拒絕 白宮表示美中要解決擁場的議程 習近平應該先見拜登 北京最後讓步並更改日程 報導也提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北京會見習近平的安排 以及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期間 華為沒有預兆敢開賣疑似支持5G功能的新手機等 布林肯在北京會見習近平時 中方的安排是習近平單獨坐在長方營會議桌的一端 美中官員分別對坐在兩則 一副好像習近平高高在上 布林肯就好像他下級的陣勢 不過在中共外長王麗不久之前訪問華府時 拜登就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主任葛萊姨指 美中每次舉行峰會時 都會討論誰處在主導地位 雙方都在意這些做法 根據美國新聞週刊日前報導 參加習近平晚宴招待會的美國商界領袖 需要支付2,000美元 如果支付4萬美元 可以在一張桌上獲得8個座位 並且可以讓首席執行官坐在習近平的桌旁 還可以參加貴賓接待會 不少評論人士指 這個價格遠遠低於古神巴菲特的參會價格 習近平將自己賣了 在這次拜集會之前 中方購買了大量美國大豆 此外根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 北京正在考慮在拜集會期間 解除對波音737MAX的禁令 但是不預期中方會發佈正式的解決文件 有關細節仍然在磋商 也有可能在兩國元首會面前有變 另外 中共主要官媒近日也紛紛轉向 甲派口徑 強調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 這次會議對推動兩國關係穩定 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又說地球用得下中美各自發展 共同繁榮 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中共機關部《人民日報》 和官媒《新華社》在12日刊發評論 都沒有著墨 《台灣議題》 《人民日報》署名《鐘聲》的文章說 中美兩國元首 事隔一年再次面對面會議 對推動中美關係真正穩定下來 好起來 具有重要意義 《新華社》 《刊發》的《新華時評》 也是軟調子 表示 期待中美儘快 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軌 隨著英國內閣重整 前首相卡姆倫 令人意外地重返政壇 出任外長 但是由於他主政期間 和中共的親密經歷 以及他辭職之後 和中方的利益狗幹 他的任命 對於英國政府的影響 備受關注 根據《新唐人》報道 在11月13日 英國首相辛偉成 突然宣布改組內閣 內政大臣 柏菲文因為報紙上 贊文批評 親巴勒斯坦的抗議者被解析 外交大臣 其贊名 改任內政大臣 前首相卡姆倫 被任命為《新外交大臣》 英國前首相 擔任政府高級職務的情況很少 卡姆倫被任命為《外交大臣》 被視為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 卡姆倫因為主持了英國有爭議的脫歐公投 這個最終導致他辭職 卡姆倫重返政壇 外界特別關注他對中共的友好態度 會如何影響這個任期 或者是只剩下一年的英國政府 卡姆倫在2010年到2016年出任英國首相 他的外交政策重點之一 是大力推動和中國交流合作 被稱作所謂英中黃金時代的推手 公開記錄顯示 卡姆倫在任內推動中共國企加入英國 欣克里國核電站項目 推動華為加入英國5G網絡 卡姆倫和習近平進行互訪 一起喝啤酒 而卡姆倫辭任首相之後接的第一個官方工作 就在2017年起領導一個價值10億英鎊 關於英中合作的英國政府投資計劃 這項資金融於投資 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項目 任職第二年去北京見習近平 其後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的重點合作項目 在上個月 政客網站報導 卡姆倫在9月的時候 在中東國家演講 推廣中共主導的一帶一路 斯里蘭卡哥倫布金融城項目 英國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 今年曾指出 卡姆倫的角色 可能某種程度上 是中共政府策劃安排 以藉此提高中共投資 以及更廣泛中國品牌的可信度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 培倫德表示 委任卡姆倫的決定是倒退的 令人難以理解 說他已經與國會與中國事務上脫節 期待看到卡姆倫申報在離任手上後 收取中國多少利益 他說 如果英國希望與中國談判 這正是錯誤的方法 卡姆倫有收受由中國共產黨營運機構的款項 在北京 被視為對中國友好 而且幾乎沒有成功執行外交政策的紀錄 英國人權組織 香港監察 政策 和倡議總監 古德曼子 卡姆倫在任內 讓中共國企加入英國核電站項目 讓華為加入英國吳智網路 又讓習近平訪問英國 令保守黨很容易受到在野黨攻擊 在美國連續制出高科技制裁後 看上來好像反擊成功的華為 和代工的中芯國際 造前任高管和財政打臉 顯示中共半導體業 實際發展並不順利 面臨諸多困境 根據澎湃新聞12日報道 中國青島從9日至11日 舉行第十二屆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中小企業技術交流 期展覽會 出席的前中芯國際副總裁 李偉在會上坦然 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面臨三大困境 多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 也紛紛提出業界面臨的痛點和未來發展 李偉說 中國的雜成電路、半導體、 技術總體落後國際水平超過五年 製造設備、材料、光刻膠 是中國晶圓產業最大的軟勒 目前相關材料、設備、設計軟體等主要靠進口 大概只有10%的設備可以國產 他表示 在全球晶圓市場中 中國佔比超過三分之一 超過85%的晶圓 需求透過進口滿足 外國對中國實施先進技術和設備出口管制 確實構成產業發展阻礙 李偉也直言 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有三缺 他說 現階段 半導體產業發展有缺乏自主核心 關鍵技術 缺乏高端人才團隊 缺乏長期發展的動力和規劃 除了李偉 很多業者也反映出 中國技術仍然不足 一家工律半導體器件廠商的負責人表示 現在工律半導體器件在新能源領域方興微崖 不過在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的應用過程中 國內技術儲備仍然顯得不足 國外已經發展到第七代、第八代了 我們還停留在第四代左右 另外一家相關企業負責人指出 中國一些零部件、商有原材料、電子元器件的國產配套能力還是偏弱 甚至一些特殊用途的不鏽鋼 在國內也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 雖然華為看來突破美國科技封鎖 推出新手機 但為它代工的龍頭中心 在第三季的財報 並不像如期那樣獲利 出現年減80%的慘淡數據 台積電雖然也出現下降 但只有12% 顯見華為Mate60 Pro系列所帶來的益處 並未反映系中心 也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在華府的半導體管制 月趨嚴格後 中共不斷在鼓吹晶圓自主 並投入大量資金 在中共、中國製造2025中 計劃在2025年以前 將中國進口的晶圓比率 從85%降低到30% 而對科技創新 有長期研究的史丹福教授 許成剛認為 歷次的產業革命 都是產生在英美制度下 由各國天才共同創造出來 任何一個國家 只要孤立於發達國家 沒有交流和合作 別將落後 Toms Hardware 在10號報導中也提到 中芯從來都不是一家 尖端的晶圓代工廠 當中芯在2019年推出14奈米晶圓時 台積電已經量產7奈米超過一年 儘管中芯現在能發展到7奈米和5奈米 但到時 台積電、英特爾和三星等公司 可能已經提升到低於2奈米的技術 對於想建立本土半導體產業的北京當局來說 這也是個壞消息 雖然中芯在被稱為台積電伴將的前高層 梁孟從帶領下有所進步 但現在的景氣和獲利危機 中芯面臨的考驗仍然十分嚴峻 中芯面臨的聲音 雖然中芯面臨有所進步 在雙方中芯面臨的心 雖然中芯面臨的拜登 雖然中芯面臨的部份 在雙方中芯面臨的利益 雖然中芯面臨的有所進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